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上牛顿先生的100个问题 我今天是站着讲 我以后看是不是可以保持都站着讲 那么当老师当小的喜欢站着 那么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 人为什么会有两只手 人为什么会有两只手 科学好玩的地方是 常常在思想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 牛顿常常提到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 我们在课本或者在坊间的书籍 都以为牛顿所提的运动三定律 是用来解释天文的现象 用来解释物体的移动 其实牛顿常常用他的定律来解释 人体 动物体 还有植物体 很多上帝创造那些形体奇妙的作为 那我今天是分享其中的一个题目 就是人为什么是两只手 人为什么是两只手 人是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生物 他可以用两只脚就可以支撑前身的重量 没有其他的生物 像人一样 只要用两只脚就可以支撑前身的重量 许多的动物都要用手去补助 去补助他的移动 补助他的运动 补助他的站立 人是唯一的一个生物 只要两只脚无论是站着或者是张开 就可以支撑前身的重量 我们不需要手来补助 所以因为人的脚可以支撑前部的重量 无论是运动 无论是移动 或者无论是静止 人的脚站着就可以支撑 所以因此人的手可以多出来 做很多的运动 做很多的活动 我们的血字 我们的唱歌 我们的主菜 我们的绑鞋带 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只要是跟手有关系的 就是因为前面有个前提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两只脚就可以来支撑前身的重量 前身的移动 如果脚不够的话 用手来移动 像猩猩 像马 像牛 或者像狗 或者像狮子 送各样的动物 他们都没有办法 用两只脚来支撑 要用前面的 就是用前面的脚 他们就试这个 但是人是唯一的 靠脚就可以来支撑 这是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第二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人不只是用脚可以支撑 前部的重量 可以来运动 可以来移动 并且我们的脊椎是直的 我们身体背后的这个脊椎是直的 所以我们手要运动 跟我们的脊椎的直 非常的有关系 如果脊椎侧弯 在运动上就很困难的 所以第一个是脚可以支撑重量 第二个我们的脊椎是直的 脊椎是直的 然后我们的头又在脊椎的正上方 这几个都很重要 上帝在创造人的头的时候 并没有把人的头坐在脚的上面 OK 是有一个脊椎 从自己的脚 然后的垫步 一直的移上来到上面来 然后我们的头就在脊椎的上面 所以我们的头就可以影响整个脊椎的运动 手跟脚的运动 哇这个很重要 头就可以用人体的神经 用人体的肌肉 用人体的骨骼来传递整个信息 所以人会长这个样子 这是用上帝的形象造的 是独特的一个造型 独特的造型 那牛顿就提到很多 那等一下我会来进一步来做分享 人体会能够自由的移动 人体长这个样子 有四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因为脚可以支撑 第二个因为脊椎是直的 第三个 我们的头部刚好在脊椎的上方 那么就可以来调控身体的肌肉骨头跟神经 第四个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人的眼睛 人有视觉跟听觉 还可以辅助我们的头部 对于外界环境的反应 我们的头部可以立刻把所看的所听的 成为一个信息的传递 让前身可以来一起的移动 并且可以保持平衡 哇这几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人呢 常常拥有上帝的祝福 却不知道应该感谢 因为已经习以为常 好几年来都用这样的脚 好几年来都用脊椎 好几年来都用头部 所以就一忘记了 没有去注意这些 等到有一天他受伤了 有一天跌倒了 有一天可能某方面有残缺了 哇才发现 哇人体的结构是何等的奇妙 让我来讲 牛顿的物理学跟人体的运动学 特别来提 人为什么要有两只手 牛顿说 人体的造型真是奇妙 有比其他的生物 因为是上帝荣耀的创造 因此 人有双手是上帝的美意 双手不是用来征服的 双手是用来扶持的 双手不是为来抢夺 双手是为了给予 哇 我们其实我们的谎间 我们的书本上都没有在提这些 那我让来仔细的分享 柳顿居士说到 有些人以为手的存在 人类的手的存在是为了爬树 所以呢就以为人类的手可以爬树 那猴子的手也可以帮助猴子来爬树 因此人就很像猴子 牛顿说 这是完全是一种错妙的想法 这种以手的功能来说明生物的相似 用手的功能来判断手的存在 这个是一个错误 这是一个思想想法上的一个错误 是一种道国为因的一种错妙的逻辑 牛顿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子 正确的说法是 人的手是上帝荣耀的创造 因此手可以有那些功能 这不一样 我们不能说因为手有这些的功能 所以手很像猴子的手 可以拿来爬树 可以拿来攀爬 所以人跟猴子的手因为很像 所以人就很像猴子 牛顿说这完全是错误 我们不能够用手的功能来判断 手存在的意义 而是因为手存在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才有那些功能 我相信牛顿头脑很清楚 牛顿头脑很清楚 是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荣耀的形象来创造的 我们的手是按着神的荣耀的形象来创造的 所以手就拥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其实我们手还不只是拿来爬树而已 我们手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写字可以洗衣服 可以挤豆浆可以有前级 OK我们手还可以做许许多的事情 那我今天要特别讲手的运动 手部的运动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那牛顿怎么会提这些问题呢 跟在1662年的时候 牛顿是在1661年的时候进去念剑桥大学 那1662年的时候 他在剑桥的读书馆里面 读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一个苏格兰的牧师所写的 他也是个数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Napier Na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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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Napier 我们现在非常有名 我们现在常常说Log Log 对数 Log就是John Napier 提出来 那你说Log有没有用 Log非常有用 特别是那种快速的 那种快速的这种斗变 你用Log去换算就可以 都可以直线化 OK 那Log有以时为敌 有以自然对数 那么这个Log就是Napier 提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常常在用对数 很少人知道提出者是一个牧师 OK Napier 那Napier非常的影响牛顿 因为Napier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一个字 手 hand OK 那牛顿是在1662年的时候 他在读书馆读了这本书 所以他在他的学生时代的笔记里面 就坦坦的提到手 他常常提到手 还有呢 因着他对于手的认识 就提供了很多的 他日后教学的材料 那么 我一直在分享 前几集 我都分享这个彭博顿 OK 那彭博顿是 后来我们整个的 这个的医学界 他本身是个医生 他也是个牧师 那他后来也成为一个教授 那其实他非常有意思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15岁的时候 在有一个冬天 他去敲 牛顿的家门 因为当时候牛顿住在 伦敦 OK 那他在一个冬天 他去敲 15岁的时候 他去敲 牛顿的家门 下雪的时候 那牛顿打开门 请他进来 然后呢 他就拿出他的书 眼里厚厚的 这一本 大概有一千页 然后呢 他就跟牛顿讲说 他很多读不懂 那牛顿就跟他讲说 那没关系 你就可以读给我听 那我来跟你解释 第一次的相会呢 他们大概花了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那非常有意思 后来这个孩子就常常去找牛顿 所以我们在科学史上 认为最受牛顿影响 或者把牛顿的资料 留下来最久的 就是彭博顿 OK 他在从15岁 那后来呢 他还成为牛顿的医生 OK 那他本身呢 因为曾经在医疗的过程中 他去抢救病人 结果他的车子翻了 那他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他有一阵子做轮椅 做轮椅的话呢 他又喜欢物理 所以他把物理跟医血放在一起 OK 那我们后来大学里面 其实有两个系 跟他非常有关系 就是物理互健 他是物理互健血之户 他也是职能治疗血的 这个先驱 OK 那我们今天大学里面 物理治疗会越来越重要 特别对一些年纪大的人 对一些身心不平衡的 其实物理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门 彭博顿就是物理治疗之父 OK 那么呢 他就写下来 牛顿当时对他们的教导 那牛顿呢不只是 彭博顿在小时候去问牛顿问题 那其实呢 这个医生后来受伤以后 他还请牛顿到他的医院 OK 到圣汤玛斯医院 我自己去过这个医院 在英国的泰伍斯河的旁边 这个医院非常的有名 因为这个起初南丁格尔建立 护理学校的话 就建立在这个医院的里面 大概有一千年的历史 OK 大概有一千年的历史 那非常古老 OK 那很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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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很大 然后呢 彭博顿就写到 当年牛顿在医院的时候 对他们这些医生的 教导 他写下这些记录 人为什么会有两只手呢 因为两只手可以 方便以支撑人体 方便以移动 OK 可以转动我们的身体 可以保持平衡 如果人就有一只手 那就很难 OK 人为什么要有两只手 因为两只手 可以方便以支撑 例如像 以前我们做仰卧起咒 我们用单杠 我们用双杠 我们都非常需要两只手 来一起的支撑 还有两只手呢 非常方便以移动 彭博顿后来就提出 那个 划船 划船是很帮助人 特别是坐轮椅的人 划船是非常非常的帮助 那这个划船的话的话呢 一定要两只手伸出去 OK 然后伸出去 伸到最远的地方去 然后呢 再 划回来 让手 回到自己的 这个上半身 所以的话呢 两只手可以 方便以支撑 方便以 这个实力 彭博顿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 就是以前 被认为游泳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那彭博顿呢 就开始用物理鞋来设计 游泳 后来有个叫做自由式 自由式这个 这个自由式的游泳 就是从牛顿跟彭博顿 他们提出来的 他讲那人在游泳的过程中呢 运动力鞋 手这个上来 手这个从在水面上 这样 在游的时候 这个上来的这个角度 OK 这个角度 这个手左的这个角度 一般是35度 啪 上来 然后再滑出去 滑到水面去的话 这个角度 OK 这个38度的 这个拱形 这个拱形 还有出去的这个角度 他们研究这个 就开始提出了游泳的 如果能够让人 可以有最快速的游泳 那我们说之为自由式 自由式就是 那个时候他们提出来了 因此改变人 开始认为 游泳原来是个运动 游泳不是个危险的一种 他甚至讲说 如果万一 我没有力量的话 其实手 其实我们的手 只要手 如果在水里面 只要有这个运动 有这个运动的话 其实人体就自己服务起来 OK 还有手 如果只能够向下 其实人体就自然会往前 所以开始用这个手的运动 来帮助游泳 来帮助游泳 所以人为什么要两只手 彭博顿写到 当年牛顿对他们上课的记录 两只手可以方便 以支撑人体 OK 还有方便以 人体的移动 OK 人体的移动 人真的很有趣 人在快速移动的时候 如果手跟脚还不够的话 他还可以扭转身体 OK 扭转身体 所以人在用力的时候 不只是手在用力 脚在用力 万一力量还不够的时候 要更快 还可以用身体的扭转 我记得以前 在学习台前道的时候 以前我们都要学习台前道 台前道的话 一出拳 其实有一部分是身体 身体的扭转 打球也是一样 我们打乒乓球 我们打网球 我们打网球 或者是我们打 打这个乙毛球 其实有一部分 不只是手跟脚 脚到手到 还有身体的 身体的这个 身体的这个扭力 这个手跟脚是怎么配合的 所以人为什么会有两只手 因为方便于 有两只手 就很容易支撑人体 还有呢 很方便于这个移动 OK 还有人在移动的时候的话 其实两只手可以保持平衡 例如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左脚出去 其实我们右手就往前 然后这个手的话就向后 那么人的手非常有意思 人向前的时候可以到90度 甚至向前的时候可以到180度 那你向前的时候至少90度 但是你的向后 向后大概只有 有时候大概只有45度到50度 那这个就够了 OK 这个就够了 其实 早期的 罗马的军队会那么强 或是早期 中国的秦朝的军队会那么强 是因为有人在研究 身体的左右手的运动 跟两脚的运动 那这样的话 那个失利什么时候会到最快 失利什么时候会最有利 其实早期 其实这个是有人想过的 当然了 牛顿刚刚讲过的 神给我们双手 并不是为了抢夺 不是为了征服 而是为了给予 为了扶持 我非常喜欢他讲的这句话 所以我们移动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平衡 我们需要两只手 还有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为了改变方向 两只手才方便于方向的改变 OK 两只手才方便于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这个手稍微 稍微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转动 又说两只手 是一个数学上的 一个几何的对称 OK 可以减少人在高速移动之下 产生撞击 例如像说 我们今天快撞到了 两只手可以这样挡一下 两只手可以再挡一下 我以前也学过柔道 学柔道的第一课 我那时候在彰化 彰化的柔道是非常好的 日本时代 彰化的柔道就非常有名 那么我记得 我去学柔道的时候的第一课 其实不是教对方怎么样 而是先学习怎么摔 OK 自己先摔倒 摔倒的时候的话 能够减低受伤 我觉得这个是运动里面有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哲学 非常好的 就是还没有记忆 柔道在跟别人在 的时候 是先自己怎么摔而不会受伤 那么这个摔不会受伤 跟手非常关系 就啪 我们那时候都要学习 两只手啪 打那个榻榻米 啪 就自己先摔倒 啪 那这个就以后很有帮助了 以后乞牙车摔倒 或者乞车摔倒 其实这个临死出来的这个动作 非常帮助了 就两只手 OK 所以第一个 刘顿 请他的学生在讲的时候 彭博顿所留下的记录 人为什么要有两只手 因为非常的方便于人体的支撑 OK 第二个我还要跟大家分享的 两只手的运动 跟两只脚的运动 是高度的配合 OK 所以人体的运动 无论是直线运动 人体的运动 可能是弯曲的转动 OK 可能是在做平衡感 这个弯曲的转动 或者是在跑步的时候 跟着跑道 然后慢慢 就是那个 因为跑道是一个椭圆形的 所以你跑到一个地方的话 你身体要慢慢慢慢 有一个转动 这个转动的话 其实有时候是靠 手跟脚彼此的配合 还有一个弧线的正摆 有时候我们在提东西的时候 这个手有一个弧线的正摆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手能够像弧线 像有个弧度的这个正摆 是高度的重要 是高度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手如果没有这个正摆 我们手就提一个东西的话 就直接受重力的影响 哇 那就提就很累了 OK 你的手如果在提东西的话 OK 那就很累很累很累 并且很箍照 但是你的手在提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正摆 有一个摆动 有一个摆动 就有点像那个 我们的时钟 里面的那个摆锤 在这个摆动 这个摆动的里面的话 其实它有的是向前 其实它有向上的力量 所以这个正摆是一个很重要的低 减少重力影响的一个 惯性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往前 实际上是已经往上又往前 往后 其实又是往后 但是又往上 所以正摆本身带着向上的力量 所以这种摆动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配合 使我们的身体在背负重担的时候 还能够一直保持的平衡 OK 人要有双手 OK 一个正摆 一个正摆 OK 第三个 人为什么要有两只手 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两只手 它会有个下意识的动作 当我们要向前跌倒的时候 这两只手会 会自己就向前 OK 两只手就会向前 那这个向前的话 它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的话 人只手 它向前的时候 我们就会弯曲 弯曲的话 你的重心就会往下 所以这个是一个减少跌倒 或减少碰撞 啪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 万一跌倒的时候 万一跌倒的时候 这个手本身会向下撑 那就减少了 我们的身体 对于地面的 的这个碰撞力 碰撞力 非常非常的巧妙 第四个 第四个是我蛮喜欢的 这个 有的人说 人的双手有一样的长短 人的双手有一样的重量 人的双手是一样的施力 人的双手可以一起的承受重量 所以当我们举重的时候 我们举重的时候 两手抬高 然后抬高的话 因为是一面 因为是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长度 同一个施力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不会两手挤高的时候 变成这个样子 一边高一边低 一边高一边低的话 我们就很少 我们就很难承受重量 所以这样拿起来刚好 拿起来就是刚好 所以人为什么要两只手 当然刚刚讲了很多的原因 其实牛顿讲得非常的好 牛顿对于手的描述 其实还不是只有前面讲那几点 他以后还会有 以后他还会讲很多 以后我们还再来分享 牛顿讲过一句话 我就看到大拇指可以这样子 我就知道有上帝 只要有大拇指能够这样子 那以后我们再来分享 他有对于手的这个 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认为习以平常的 那在一个科学家的眼中 认为他却有很多很多 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 可以显出 我们是上帝荣耀的创造 我们享受很多上帝的给予 其实很少感谢他 我们享受很多上帝的赏赐 给我们双手 长在 给我们双手 而我们其实很少的 来说 主我真的感谢你 我真的感谢你 我非常喜欢牛顿 当我在分享这一篇的时候 其实我最感动的是 牛顿开始讲的那一句话 我们不能用手的功能 来说手所存在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 人是上帝荣耀的创造 人是上帝荣耀的创造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巧妙而独特 因此 他有很多功能 OK 因为他有很多功能 所以功能并不是 功能并不是 证明他存在的意义 而是他存在是 很有上帝的意义 因此 他又很互以 很多有趣 独特 而奇妙的功能 我真的感谢主 我以后还会持续的分享 牛顿先生的一百个有趣的问题 这是他其中的一个 人为什么会有两只手 好不好 我先走个祷告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是用你的形象来创造人 我相信这样的形象 它的含义是非常的深广 不只是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 我们里面可以有上帝的感动 我们里面有信 我们里面有可目真 可目真实 可目诚实 我们对于罪 有敏感的反应 我们可目永生 不只是这些 人的内在的感受 你也给我们思想 你也给我们意志 不只是这些大脑里面的反应 你也给我们有个奇妙的身体 让我们在身体 常常习以为常 常常每一天不断的使用 且很少去体会上帝创造的美意 我真的感谢上帝 你使用你的仆人牛顿 在牛顿的运动三定力里面 它不只是用在物质界 它也用在各样的生物 身体的结构 并且来从这些身体的结构里面 给人类有很多 非常有帮助的设计 非常有帮助减少运动伤害 减少自己不当的使用 主耶稣我感谢你 叫做孩子不要过度的使用 叫做孩子能够照上帝的美意 来使用自己的肢体 更让我们体会到 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在教会里 互相成为一个身体 没有人说自己比别人强 没有人说我是手 因此只要有手就可以 不需要有脚 也没有人说我是脚 我能够走路 因此我不需要手 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 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在那边分享 人为什么有两只手 这么很平常的问题里面 那我再来回顾 人是上帝荣耀的创造 身上的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肌肉 每一根的骨头 每一个神经 每一个部位 都有上帝的美意 而不是突然的在那个地方 突然的成为浪会 主耶稣我感谢你 给我们一个两只脚 就可以撑住身体 可以让两只手 有各样的活动 主啊 我们以生就具有这些 上帝美好的装备 我们是何等宝贝的创造 何等荣耀的创造 不是我做什么 不是我多聪明 不是我多能干 不是我能够做多少事 不是我能够有多少的力量 而是我在还没有做事情以前 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以前 我已经是上帝荣耀的创造 一些孩子一生的成就 不在乎自己做什么 而是存在的本身 就是上帝荣耀的创造 我们只是在上帝荣耀的创造的基础上 再来做一些事情而已 是以神同工 谢谢主 谢谢主 我要仰望你 这样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